欢迎回来日旋一宗 最近有网路业者票选全台湾十大鬼景点 其中在北部最有名的就是经常发生车祸的北夷公路 2006年雪山隧道还没开通之前 北夷公路一直是台北往来宜兰的主要公路 但是由于绕山而行也因此事故连连 灵异事件时有所闻 使得北夷公路被冠上了全台湾最恐怖公路的称号 曾经有驾驶开车怎么样都绕不出去 还有人在鬼月对鬼神说了一些不敬的话 结果一家人命丧北夷公路 早年更有谣传 车子开到了九弯十八拐就会发生怪事 于是很多人在鬼月要上公路前 都会掀洒明纸祈求一路平安 玩车禁忌飙车过弯 九弯十八拐的北夷公路 不少年轻人总爱在这儿进车飙速 2006年雪山隧道开通之前 来往宜兰和台北之间 主要就靠这条全长约82.5公里的北夷公路 由于路况崎岖经常发生车祸 北夷公路也因此被冠上 全台最恐怖死亡公路的称号 北夷公路九弯十八拐 然后出非常多的事故 然后所以沿路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 就是说会有那个地藏王菩萨 好几尊就是立在路边 然后不然就是那种非常大的转弯处 都有地藏王在就对了 鬼魂几乎都是藏在弯角 死角 弯角 那这些骑摩托车都骑得很快 那要跟汇车 有时候晚上要汇车的时候 那有时候喝一点酒 那不小心 那这些鬼魂 鬼跃出来 它有一些成绩比较不好了 它务必要在这个地方去抓交替 建立在路旁的地藏王庙 似乎正默默地为驾驶祈福 绕山路而行的九万十八拐 还曾发生有驾驶开了老半天 车子始终停在原点 或是怎么绕都绕不出去的情况 灵异传说挥之不去 北夷公路比较常发生的一种是 永远开不到目的地 所谓的鬼打墙 有一个货车司机从台北出发 然后这个送货要送到这个头城 老板从下午两点 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晚上 那等不到这个货车司机送来的货 警察就循着这个九万十八拐 终于在马路上看到一台货车 看车号确实是报案的那台货车 然后就看到这个货车司机 眼睛是闭着的 可是双手还在做开车的动作 脚也在感觉上在踩油门 早年更有谣传 车子开到九万十八拐 就会发生怪事 不是抛锚就是无故熄火 驾驶人更彼此口耳相传 开车上北夷公路 千万不要乱骂好兄弟或乱说话 否则很容易热祸上身 我的那个医生朋友他就说 学长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可怕的公路 然后出非常多的事故 然后很多人都遇到鬼打墙之类的话 然后他就说不要去信那一些啦 那个都是骗人的啦 我栽条就现行给我看 没想到铁齿的学长讲完后 一家四口继续上路 途中经过一个大弯道 突然对象一辆砂石车 就一面撞了过来 最可怕的是他看到他的学长 他的头就是直接被挡风玻璃 然后冲出去 然后挡风玻璃就直接 卡断了这个学长的头 只剩一层皮 然后在学长的前方 他就看到了他刚刚 就是口无遮攔污辱的 那个地藏王菩萨 就在他不到一公尺的地方 在长途驾驶的情况之下 难免疲累 当地传说 倒霉的人 八字轻的人 特别容易碰到好兄弟来抓交替 一年要抓整个 要刷掉几个人是有固定的 给你名单 给你数字 那当然他们一定要找 这些比较有危险的 更弯更危险的 更弯更死角的地方 他们可能隐藏在那个地方 记忆力可能会比较高 尤其是刚离婚的啦 还是感情失败的啦 还是说刚好事业失败的 还是说喝酒醉的 还开车的 尤其现在 给抓得很紧嘛 那刚好这些好兄弟 也是刚好寸息而入 但看在经常跑车的 重机骑士眼里 会发生事故 多半是自己不小心 以及有些刁钻的弯道 的确暗藏危机 两个90度角的连续弯道 可能不熟路况的人 他过了第一个弯道 他以为就没有了 马上接着又另外一个 90度的弯道 他可能就来不及 做压车的那个动作 他就过不去 可能就会冲出去 死角盲点通常出现在 右转弯的时候 你会被山壁挡住 会看不到右方的来车 是比较多 比较高的危险性这样 被太多人在这里过弯 可能就是压得不够低 物理原理还没产生 结果他就整个抛出去了 所以后来才做了 那片舔尼巴的围墙这样 甚至很多人 明知路况弯曲 却硬是要超速耍帅过弯 发生事故几率自然提高 我们在跑的时速也差不多40 点多到50 因为你再快的速度 你根本就弯不过去 就有可能会冲出去 那当你在过弯的时候 做出一点点倾角 会有助于你这样子顺利的过弯 因为你车太直的话 会背离心地整个往外抛 可能就会摔车了 以往到了农历七月 还会见到有驾驶在路边 撒明纸或撒粗盐的景象 就是希望能一路平安 恕我平安对我生财 进这个鬼夜的时候 尽量在楼头楼靠撒一些金子 那撒金子不要撒银子 要撒浮金挂金 这一类的钱比较多 因为银子的话是一角的一毛 那浮金挂金只撒给他们 他们会感恩 他们会去捡 他们就不会跟着你跑 农历七月的人的时候 宁可信其有的这个心态 大家就会保守一点 那不然就是整个月 就把车封了 就不骑车出门 其实只要平生不做亏心事 开车骑车小心谨慎 自然能开开心心出门 平平安安回家 北夷公路尽管流传许多怪谈 但每个人解读不同 这么多年依旧充满灵异色彩 刚看到了节目当中的解释 所以下次开车经过北夷公路 若看到明指飘过来 应该就是别的用路人一番心意 可不要自己下自己了 我们休息一下 要继续带大家看到 电梯灵异事件 发生在美国洛杉矶饭店里 华裔女学生兰可儿离奇死亡命案 她生前在电梯里头的怪异举动 到底是透露了什么讯息 我们马上回来